大家好,欢迎走进去《风子说体育》 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国领栏对阵波黑队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将在今天中午12点30分开始 中国队是有信心拿下两连胜的 但是呢波黑队这支球队其实也并不好打 昨天呢输给波多黎格确实是一个意外 谁能想到他们输波多黎格能输24分之多 群资的表现也是差强人意 只拿下了15分 这样的数据也对不起WNBAMVP的称号 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队波黑队已经无路可退 因为他们如果小组要出现的话 以后的比赛就要一场一场赢 不管是谁都要想尽办法赢得胜利 因为可能在他们眼里 现在只有韩国队是个软柿子可以赢 其他队都要比他们强 所以他们是处于一个低的姿态来拼中国队的 中国队呢昨天是以63分大胜韩国队 自信心是起来了 但是呢我就怕中国女篮的姑娘们 把持不住自己的心态 认为自己目前就是世界前三的球队 见谁都要赢对手几十分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就错了 因为波黑队可以说有群思 群思如果是超长发挥的话 如果是正常发挥 不用说超长正常发挥的话 那么现在李月汝和韩旭两大中分 都抵挡不了他 群思的阔位虽然一米九七的身高 他不如李月汝和韩旭 但是他的身体是非常强壮 又能外线投三分 又能在内线强打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球员 今天这种比赛呢 如何限制住群思的发挥 是郑威指导的重中之重 以前呢我们希望迪拉大上去 能够防守这个群思 但是呢我们昨天看到迪拉大的表现 可能也是国家队新人 上去还是有些拘谨 靠他来挑大量 现在还不现实 那么只有靠李月汝和韩旭 其实昨天李月汝并没有打多久 他就下场休息了 李月汝也拿到了十几分的成绩 他的场下休息 也是为了今天流利和群思来对抗 因为目前中国女兰中方上 只有李月汝和群思是一个级别的 韩旭的还是有点瘦弱 他和群思的对抗是不现实的 所以呢昨天认为这党 让李月汝多休息了 让韩旭多打了一会儿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 如何限制着群思的爬灰 将是中国队获胜的关键 就看李月汝了 韩旭呢可能不太会和群思直接对位 因为身高要比群思高 但是体重要差好多 所以这场比赛还是有看点的 我们希望呢中国女兰能够称胜坠机 能够战胜不会 取得小组赛的两连胜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